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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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看到电线的一侧连接着一个井盖 上面写有二道天网 于是记者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反映情况 目前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已经了解情况 后续会对相关问题进行处理 好的哈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新闻追踪 从今年8月初开始 我们节目连续报道了长城市安居小区垃圾堆积的这个问题 之前呢 在我们记者的协调之下 这些堆积的垃圾已经被轻运走了 可是啊 好景不长 8月15号又开始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那么是否有一个真正好的解决途径呢 我们来看一下 8月3号 记者来到长城市安居小区 刚下车就有一股难闻且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 这味道就是出自于小区内的垃圾堆 这老百姓这天天守着这垃圾堆过日子啊 细菌太大了 那垃圾堆都升区域了都没人管 老大这味不是一般的味儿了 那都升区域了 对人的生命健康和身体身心健康都有一定的影响嘛 之所以出现垃圾堆积的现状 是因为有部分居民对垃圾中转站的位置提出了一役 阻止其正常使用 没定性嘛 就是垃圾受不了 8月4号 记者回访安居小区 看到原本堆积的垃圾已被清理 但好景不长 8月15号 记者再次回访 该小区又出现垃圾堆积的情况 那么 这两天 长城市安居小区内的垃圾是否清理了呢 8月16号 记者回访该小区 发现部分垃圾已被清理 现在垃圾都不给收 太闹了 这又五天没收垃圾 今天早上把那块收去 那片都没收 记者将情况再次反映给了街道后 第二天 记者再次回访该小区 看到小区内的垃圾已全部被清理完毕 针对这样的现象 相关部门是否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最终要如何解决呢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 记者也来到了长城市绿园区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小区内的垃圾居民楼 认为过境 容易产生的有害物质的对居民的生活造成的影响 要求关闭这个小区内 同时呢 部分居民吧 除了对我们这个正常收运工作进行了一个 不党吧 后来呢 因为小区内运不了了嘛 我就调来了这个移动压缩的车 代替这个小区 这个转型站呢 收垃圾 工作人员表示 为了暂时缓解垃圾堆积的问题 他们采用了增派人手 人工轻运的办法 从今天开始呢 进一阶段呢 我们将采取这个外部设置历史点位 就是压缩车在小区外部 找了一个临时性的一个停靠地点 增加我们保险人员的轻运品次和时间段 这十名的工作人员 那么用三轮车和四轮的这个汽油垃圾手机车呢 对反复的循环的轻运 才能就是将跟小区垃圾进行全部外运 虽然加大一点工作量嘛 但是我们争取就是 但是呢 这个只是一个临时的措施 不能打到一个常有效果 工作人员还说 避免小区内垃圾堆积 影响居民们的生活 在问题没有妥善解决之前 他们都会采用这样的办法轻运垃圾 此事若想彻底解决 还需将垃圾中转站一试协调完毕 择日街道 执法局 相关业主三方将会碰头 以开会的形式进一步协商 说完了居住哈 我们再来说说出行 近日呢 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七开驱大队 在辖区内开展针对醉酒驾驶行为的夜查行动 这没想到哈 我们天天都在提醒大伙 不要酒后开车 还是有人往枪口上撞 就在前两天 民警就发现了这样一名驾驶员 不但喝了酒 车上还拉着自己的女儿 视频中的驾驶员是在8月13号晚上 去开驱大队的民警在排查酒驾时发现的 这名男子为了掩盖嘴里的酒味 还做了一点小动作 民警当时已经闻到了浓重的酒味 于是将其带上警车做进一步检测 涉嫌罪驾了可不是开玩笑的 这车他今天肯定是开不了了 但是他的副驾驶还坐着一个年纪不大的小女孩 结果一问 民警大吃一惊 竟然是他的女儿 这幸好是拦下了 万一出了事故 后果不堪设想 问他喝了多少 他的回答也让民警觉得诧异 事后他对自己的行为表示非常后悔 一再询问民警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早知如此 何必当住啊 下面再来说一件暖心的事 昨天呢 在长城市亚台大街卫星路附近呢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汽车当时就已经翻过来了 车内还有人员被困 路过的车辆见到这样的情况纷纷下车进行帮助 而这样的一幕正好让网友给记录了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那通过视频呢 记者来到了昨天交通事故发生的地点呢 就是亚太大街和卫星路的交汇处 亚太大街轻轨三号线的桥下 那在现场呢 记者可以清晰地看到地面上有很多玻璃碎片 以及昨天事故轿车翻车之后留下的很多液体 那昨天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 不少的驾驶员在此路过 看到此情况呢 也是将车停下纷纷地伸出了援手 我开到那的时候就是车冒白烟了 对 已经翻了 我停到那的时候 我主要是我就害怕车人有孩子 我跑去的时候有两个人已经在我之前旁边跑了 我把车门拽开以后 里边就一个男的 驾驶员 他动不了了 我们就把他安全带解开了 然后我们三个人就把他给抬出来 两个气囊都崩出来了 给他抬到旁边以后 旁边就有人开始打120了 然后我看没有啥事我就走了 那记者呢 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我们长春市南关区交警大队 办案民警也表示 此起交通事故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在这里呢 也想对昨天到达现场纷纷伸出援手 见义勇为的爱心人士们说一声感谢 正是有你们的这个举动才让我们感觉到春城人民的这份大爱 同时也正是因为有你们的存在 也让我们这座城市更加的有人情味 更加的温暖 确实让我们大家伙都为这些好心人点个赞 那遇到困难或者遇到危险的时候 大家都愿意出手相助 同时呢 也会第一时间的报警 毕竟这有困难找警察 这件事我们从小就知道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看到警察在身边 我们都会觉得特别的有安全感 而最近在白城通宇火车站 铁路民警就对一对刚刚做完手术乘车困难的旅客进行了帮助 我们来看一下 8月6号晚上 旅客于先生通过白城铁路公安处开通车站派出所 在后车市张贴的报警信息进行电话求助 称其岳母因尾椎骨骨折 刚手术没多久 行动不便 想乘坐快15344列车前往唐姑疗养 希望民警协助上车 民警在站内协调了轮椅 并将旅客送进了车厢 同时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 旺琪在乘车旗间给予帮助 再次也提醒广大旅客 当患病或者行动不便出行乘车遇到困难时 可以联系铁路警察及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保证自己能安全顺利乘车 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件事还是发生在火车上 最近一个男子在列车的软卧车厢里抽烟 并且把自己在车厢里抽烟的整个过程做了直播 有旅客对他进行了劝说 但是这名男子仍然是置之不理 依然是我心我素继续抽烟 最终这名男子被依法御来行政处理 车厢里抽烟还一嘴地说着不知道 男子的回答不仅无知 还有些嚣张 这事就发生在8月13号下午3点 宁波开往长春的快337次列车厂 乘警接到旅客报警称 与自己同车厢的旅客在软卧车厢内吸烟 接报后乘警迅速前往处置就有了开头的对话 就在民警制止时还发现李某正在某平台视频直播自己的吸烟行为 李某的吸烟行为也引起了周围旅客的强烈不满 乘警在取证后将该男子带回餐车做进一步调查 我给你讲一下这火车抽烟的危害 那个包厢里是密闭空间 第一你扰乱别人 那别人不抽烟你攒着靠花臭 那别人闻得那些吗 招人烦吗 第二你那烟可哪乱扔 那烟灰谈的哪都是 万一引起火灾 你知道火车人有引起火灾危害多大吗 你不能拿别人什么眼睛开玩笑 知道了是吗 李某交代 此次乘车是前往宁波打工 由于平时爱好视频直播 想着在车上闲来无事 久过三巡之后就突发奇想 怎么能够拨人关注 就用手机在软卧车厢内直播吸烟 在此过程中 同车厢旅客多次进行劝说 李某不但没有听 还与其发生争吵 在列车乘警的批评教育下 李某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目前李某已移交隋中北车站派出所处理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好的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我们都知道这车一般在出现故障 或者发生事故的时候 我们大家伙的第一选择 基本都是去4S店修理 因为我们觉得4S店会比较专业 而且很有保障 但是有些4S店恰恰利用了车主的这种信任 在维修的时候动了点歪心思 长春市民钟先生向我们栏目组反映说 他的车辆在长春金山丰田4S店维修后发现 维修记录和保险记录不一致 这是怎么回事呢 8月16号 记者见到了长春市民钟先生 据介绍 2021年钟先生将车辆蹭到桅杆 将车顶漆面刮掉漆 随后他于2021年4月11号 在长春市卫山路金山丰田4S店内维修车辆顶棚 4S店给钟先生开具的维修履历为 车顶板局部喷漆 更换右后车顶行李架支撑脚盖 同时对车辆进行了清洁和杀菌 并告知钟先生已经为钟先生走保险 费用不需担心 出于对4S店的信任 车辆维修后 钟先生便继续使用 并未查询保险维修记录 当4S店报给保险公司的 就是整个车辆的大顶全喷 换整个行李架 包括还有一些额外的增值项目 包括什么天窗拆换 天窗拆换什么这些东西 2022年8月份 钟先生打算出售这辆汽车时 专业人士给钟先生查询到了 这辆车的保险维修记录显示 车顶行李架更换 天窗玻璃拆装 尾翼喷漆 车顶全喷 车顶整形修复中 二手车商因为钟先生的保险维修记录 怀疑钟先生车辆出现过重大事故 或中等事故 借此压低了车价 气氛的钟先生顿时恍悟 当时在山丰田4S店维修车顶时 4S店和他说的维修记录 和4S店报给保险公司的维修记录 存在不一致 那么事情又是否如钟先生所言呢 8月16号下午 记者来到卫山路山丰田4S店 寻找答案 当初为钟先生所服务的维修顾问表示 他们向保险公司报备的维修记录 确实为车顶全喷 同时表示在车辆维修时 已经告知钟先生 如果车顶局部喷漆无法达到效果 将为整个车顶重新喷漆 但维修时并未车顶全喷 而是按照钟先生的要求 采用局部喷漆技术 因为车辆入场的时候 还没做相应的维修 没做相应的维修 对对对 我们得先去做这个维修计划 做维修计划之后才会有这些 但钟先生表示 4S店并未告知 他的车辆可能会车顶全部重新喷漆 同时4S店也并未告知自己 车辆报到保险公司的维修方案 钟先生强调 他始终要求4S店在维修车顶时 采用局部喷漆技术 4S店给自己的维修履历 也是车辆局部喷漆 那么丰田4S店是否会告知客户 店家和保险公司的维修方案呢 你告诉他 比如说我跟保险公司 协商完了之后 你的保险记录 可能会有某些某些某些东西 这个保险公司记录这块 不在乎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是看我们这 钟先生认为 4S店的维修履历和保险记录不一致 4S店涉嫌骗保 要求店方给出解决方案 店方表示会积极解决 但如果方案无法让钟先生满意 希望钟先生寻求法律途径解决 这件事情就是属于一个 赤裸的骗保行为 然后呢 他们呢 现在就是解决方案是 他们赛一店 把当时骗保这个钱 打回给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把我当时 这个维修系统删除 这就是解决方案 这个我们在协调这个事 好 那我问你 你们有没有涉嫌一次骗保的行为 没有 那您把这个钱退回给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 你确定能否删除它的保险公司 这个我们在协调 好的 咱们再来关注下面一个新闻 最近呢 有网友发现啊 这个吉林省第二人民医院的牌匾 怎么看 怎么别扭 那么到底是哪不对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段视频 您看出来哪里不对了吗 你看看这么大的医院 这么大的医院 吉林的吉 怎么上边短 下边长呢 正常的话 吉林的吉不上边长 下边短呢 正如网友所说 在吉林省第二人民医院 医院名称里 吉林省的吉字有些异样 仔细一看 上下结构的吉字 应该由市和口组成 却被写成了土和口 不少市民表示 这是个啥字 属实不认识 我感觉应该是写错了 但写错了 也不至于这个搞 搞这个建筑的 把字能写错了 对不对 绝对不应该的 因为这个字老百姓都应该 不应该有错评 用在这么大的医院上 吉林省第二人民医院 牌匾上的这个吉字 是否如市民所说 是写错了 还是故意为之 带着疑问 记者来到医院 向院方进行了解 圆方表示 这个字确实是吉林省的吉字 只是书法的字体 和正常的字体构造不同而已 而记者在康熙字典 和说文解字等工具书中 查询发现 吉的写法 从甲骨文字形演变至今 只有在书法体 立书的字形构造上 出现过上横短 下横长的图口结构 而到了近现代 简体的吉字 则是试口结构 这种将书法字体 用作医院牌匾 公之于众的做法 也引起了市民的议论 这个字吧 放在屋里给自己看还可以 放在外边有点不太对 因为大家学的都是 那个上边横 那个是长的 底下横是短的 下面那个横太长了 念吉字吗 不念吧 这个根本就不是吉林省的吉字 你放在这么公共的一个场边 不合适 中国书法虽然博大精深 但是汉字书写更讲究 横平竖直 规规矩矩 龙飞凤舞 大开大合的书法体 确实彰显了艺术的魅力 但有时候 通俗易懂 也是一种美 再来换个话题 一年一度的农博会 终于要来了 8月18号 第21届长春农博会的开幕式 将在长春农博园 隆重上演 为期10天的农博会 自此拉开了训幕 这有一份最新最全的出行攻略 您可看好了 第21届农博会 于2022年8月18号 至8月27号 在长春市举行 主战场 设在长春农博园 为有效缓解农博会期间 农博园周边揭露的交通压力 长春交警在这里 做出了出行提示 第一点 展会期间 飞红路的博会路 至博信路段 于每日的早六时 至晚17时封闭 仅至车辆驶入 第二点是向述节的博会路 至博信路段 于每天的早八时 至下午的 十四时三日分封闭 第三点是赤阳路的 博会路至博信路段 临时设置公交车专用车道 第四点是中信城 小区居民的出行 按照博信路 赤阳路 聚业大节 静业大节的路线往返 最后呢 农博会举办期间 开车前往 农博园参观的市民朋友 也可以将车 停在飞红路的 社会停车场 该停车场 能够停放 近3000台车辆 之后可以乘坐 百度公交车 或者步行的方式 进行园区 进行参观 同时 G102路 G160路 G120路 Z158路 四条公交线路 在农博园增设站点 轨道交通 三号四号线 也均可到达农博园 长春的冰雪新天地 已经举办了三届了 每一届呈现的景观和主题 可以说是各有特色 为了让游客朋友们 更好的沉浸式体验 冰雪带来的乐趣 现在长春市冰雪新天地 向社会征集 创意设计规划和方案 只要你有好的想法和创意 就可以报名参与 一旦方案被采用 还可以获得万元的现金大奖 集园起长春冰雪新天地 面向那种有奖征集 2022-2023雪季规划设计方案 具体要求如下 一 要求是原创设计作品 二 作品类型可以是 长春冰雪新天地景区的 整体规划 冰雪雕单体设计 冰雪游乐项目设计等 三 首绘作品及电脑设计作品 均以电子文件的方式提交 四 作品附不少于100字的设计说明 五 作品要求彩色清晰 且大小不低于古照 自古以来都说高手在民间 所以从我们想到的民间增绩 能提高我们的冰雪天地的品质 到呈现出的 我想肯定是给全省一面一些惊喜 本次活动设置四个奖项 金奖一名 奖金人民币12万元 天定山小镇一号院产品购房9折权益 银奖两名 奖金人民币6万元 天定山小镇一号院产品购房9折权益 同奖四名 奖金人民币各1万元 入围奖2022至2023雪季 长春冰雪新天地 实名记卡三章 联系方式 一 作品发送至邮箱 二 参赛咨询电话 13756699113 此次参赛的具体时间节点可要记牢 那作品的提交时间呢 是从今天开始截止至 2022年的8月31号 那作品的评选时间呢 是从2022年的9月1号至9月8号 那获奖作品的公布时间呢 是2022年的9月15号 颁奖时间呢 是2022年的12月12号 那所有的入围作品呢 将会全部应用于 长春冰雪新天地的建设当中 那获奖作品呢 也将会在入围的作品当中产生 赶紧开启你的头脑风暴吧 把大奖拿回家 那节目的最后呢 再跟大家唠叨两声 现在啊 这个虽然进入了末幅 我们感觉到白天 有点秋老虎的这个热气 但是早晚呢 还是比较凉的 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 戴一件小外套 另外呢 我们的24小时新闻服务热线 043188501234 随时为您开通 欢迎各位踊跃地 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同时明年是一年一度的农博会 如果你敢进去的话 不妨到现场去 真正体验一番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再见